在殺校政策和人口改變之下 現在全港有168間空子學校分佈在全港18區 劏廢校舍就好像無染雞龍一樣 值錢的東西一早被人拆走 甚至電線、窗框、門框全部被人拆走變賣 學校的班房就變成圖鴉、私拍、Wallgame的場地 甚至乎成為劏房 這裏荒廢了五年,樓高四層 學校的愛維鐵絲網一早被人拆開了 但現在就用木板頂住 有一個設斜的,我一吹開就進去了 我見到一個小舞台的東西 地下的玻璃碎、水彈、汽水灌了一些 在二樓那些磨塞的地方 我見到有些門被東西擋住 就鎖了 在裡面的窗戶看到裡面有些被鋪 我估計有些老宿者可能在那裡住 我估計有些人 荒廢了的校舍,除了成為老宿者之家之外 竟然還是消遣的好去處 這個農曆七月,有人就當這些荒廢校舍是鬼屋 走進去探險 不要以為潛入荒廢校舍很過癮 根據法例,任何人未經業主同意 刻意進入建築物都屬於違法 最高刑罰可以被判入獄十年 不過,現在這些荒廢校舍 政府寧願丟空都不讓團體租用 我們去問他想做一個外資培訓中心 我們想要不要一個短期租約 租某個村客 他直接跟著說 你們暫時不會對我開放 或者他們跟我說 第一,他們不會對我開放 第二,他們說暫時沒有這個項目 你真是浪費的 我們當一個短期租約 但他都不會去對外開放 或者去租約 不知為何 他沒有解釋 亦都不會說 如你所說 與其這樣扔到毆毆 到爛了 或者什麼去善良的資源 他寧願扔到毆毆 他都不會扔出來 給一些團體在那裡 你跟張建聰說了很多次 這個盡快將這些 廢業了的空置的校舍 可以改建做這個老人團 很多的空置校舍 是叫空置浪費公共資源 而很多老人家 基於缺乏老人院 永遠未入到老人困者 現在有很多學校 其實處境非常之低的 這些廢業學校 其實應該叫你 優先改善現任投資 聽完之後 政府又是否應該檢討一下 沒有這樣浪費資源呢? 《詞構思》 《詞曲》 《詞曲》